阿里山奋起湖车站旁边的山坡 大水不断涌入 完全把轨道淹没 丝毫看不出昔日铁路风光 开米台风夹带好大雨 重创嘉义县 原本人声鼎沸的奋起湖商圈 街道空荡荡 只剩下涌入道路的雨水 和被风吹落的树叶之感 从24号开始 暴雨持续到现在 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完全不见游客人潮 电力又中断 店家只能关门歇业 由于开米台风来时 目前阿里山停电中 暴涨的溪流气势奔腾 阿里山山美部落旁的曾文西 也就是达纳伊谷位置 河水夹带大量泥沙土池 往下游冲刷 同一时间 嘉义169县道的博游路 已经变成小河 处处可见石块散落 完全无法通行 我住想要看灾 走到这边就不能走了 不止山区 雨势惊人 阿里山山脚下的中浦乡 也有民宅被大水入侵 目前是停电了 摩托车是已经淹水 已经淹过了 来不及迁到高处的摩托车 还有电风扇和家具 全都泡在泥水里 中浦乡社口村24号晚间11点左右 大水从水沟不断涌出 直扑民宅 让居民措手不及 水沟呢 它这水就开始涌进了 然后涌到我们家 而且它就是外面 到后面之后就整个涌 那一家里面的 积水一度淹到小腿肚 积水消退后 留下满地泥泥 气象鼠统计 过去48小时内 阿里山累积雨量 逼近上千毫米 而且后续雨势 恐怕还没完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